大家好,欢迎关注胡坎汽车,我是老胡 我们的视频播出以后啊,有很多热心的观众朋友 留下了很多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那么今天呢,老胡就在这儿,针对这些问题,一一解答 胡叔你好,我想买辆手动挡的广汽菲亚特 这车现在停产后,新车才55折,特别便宜 你有什么建议呢? 现在啊,车市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有大量的这些车企,包括你说的菲亚特 挣扎在生存的这个生死线上 它的产品啊,就是说一年的销量 赶不上热销品牌,一个月的销量 像这种车将来会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汽车是机械产品,是需要售后服务支持的 这个车子,它现在要停产卖的很便宜 但是你将来再用,维修备件还能不能找到 将来二手车再转卖,还有没有人要,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老胡的建议是不要,为什么呢? 将来你再卖,非常要命 这种要推势的车将来没有维修备件支持的话 正常使用都成问题 所以不要贪这个便宜,还是买常见的车型吧 英飞尼迪M系列的和现在的Q70是一样的吗? 值得购买吗? 首先来说呢,这个英飞尼迪啊,是日产 日产的顶级的进口品牌 它跟日产的关系就像雷克萨斯和这个丰田一样 Q70也好,M系列也好 定位的是重大型的豪华型运动轿车 它对应的车型呢,是奥迪A6和这个奔驰的E宝马5 但是它的销量照ABB却是差非常大的一块 这是一个纯个性化的运动型轿车 品质没问题 现在各地都有又会不等的这个力度都挺大 看您喜欢吧 实际Q70就是新款的M系列 总体来说呢,它是个挺靠谱的车型 但是您要注意,这车的认知度可不如咱们常见的ABB车型 也比不上同是日本豪华品牌的雷克萨斯 所以要慎选 胡老师你好 汉兰达四驱低配和沃尔沃XC60四驱低配哪个更划算? 沃尔沃现在的优惠幅度比较大 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 大家都知道,汉兰达现在需要加价 而沃尔沃的优惠力度XC60达到8到10万块钱 那么老胡的意见是什么呢? 买汉兰达 为什么? 因为丰田车的品质无以伦比 保质率也很优秀 汉兰达2.0T四驱真的做得非常好 所以加价买也要买保质率好的车型 为什么呢? 是因为保质率是一个综合因素 反映了这车的品质油耗做工 还有维修保养是否方便 以及你用车时候便利性 方方面面都能从保质率上来反映出来 他俩的保质率天差地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花35、6万买一个霸道和买一个XC60 用个三年左右霸道还能卖30多万 XC60恐怕连20万都够不上 所以从这个简单的道理来讲 买汉兰达不会有错的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就到这结束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卡汽车 点击并在下方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